台南知名美食阿唐贤 周近期是因為漲價 風波遭到網友狂刷一心負評 現在又遭人檢舉 說店家漏開發票 對此老闆相當不服氣 他說為什麼全台南 只有他要開發票 但是這樣說法 立刻被國稅局打臉 因為事實上的店家 只要每個月營業額 超過二十萬元 就必須要開立發票 一旦被查到沒開 或者是漏開 除了補稅最嚴重 可能面臨到停業六個月處分 魚骨澳唇鮮美糖頭 多種碎肉 加仙科還有一整片魚肚 台南知名阿唐贤周的招牌魚肚周 前陣子從兩百漲到兩百六 被網友狂刷一心不平 現在又有人向國稅局檢舉 業者漏開發票 我就一直觀察 有去結賬的 只要沒有跟他說有沒有發票 他就是現金收了 然後就讓人家就走 應該要落實開發票 對 不然我覺得這樣 可能有點闊分了一點 大家都在繳稅 那你如果賺很多的話 那你又不繳稅 那其他繳稅的人是笨蛋嗎 遭人檢舉漏開發票 阿唐贤周老闆不服氣 有話說 國稅局表示定家每個月 營養額超過了二十萬 就得按規定開禮發票 有人檢舉就會開罰 漏開逃漏稅的障礙情形的話 那我們一般會給予補稅跟處罰 在一年內如果經過我們查 查證是違章三次以上的話 那我們是會有停業的處分 那通常在第一次的一個停業 我們會有七到十四天的停業 那最長最高可以到六個月 儘管阿唐贤周貴桑桑又面臨露開發票風暴 但聲音還是搶搶棍 平日中午就已經賣完收攤 阿唐贤周連日不平引發熱議 就跟這碗周一樣 寫棍棍 記者楊文华探訟報導